住宅楼市买卖气氛向好,银行股价取态转趋积极,本部追踪20个大型二手屋苑单位,4月股价虽按月全线暴升,但个别屋苑升幅出现收窄情况,若相比2019年楼市高峰期,更有15个屋苑,积约75%凝低于当时股价水平。 其中红磡黄布花园及荃湾陆阳新村,股价仍较高位大幅下调。 资深投资者五贯流认为,过去一个月银行网上股价虽普遍上升,但看来并不容易升穿两年前的高位,主因现时市场气氛始终不好。 失业率高企不下,疫情需放缓但依然存在。 近期市况回升,主要依赖强烈的刚性需求所致。 然而租金走势回落,将难以支持楼价上升。 据汇丰银行网上资料,统计本月最新股价数据。 对比2019年5月楼价指数创历史新高的月份。 大部分屋苑股价未回家乡。 黄埔花园两期十六座低层户。 实用面积约466方尺。 最新股价约798万元。 教楼市高位时的873万元。 仍大幅低约75万元或约8.6%。 太阳物业宏惠强表示。 该屋苑近月交头活跃。 4月站6月24宗成交。 上月传月6月36宗。 包括11其10座高层A室。 实用面积约505方尺。 售850万元。 尺价约16832元。 他指出。 业主叫价普遍贴使。 现有约320个买卖放盘。 入场费最低约640万元起。 新界屋苑中。 以陆阳新村股价与高峰差距最大。 屋苑基座高层单位。 实用面积约582方尺。 2019年市况最往时股价约981万元。 而本月约910万元。 营商差约71万元或约7.2%。 中原麦耀轮清。 该盘4月站未有成交。 而上月平均实用赤价约15000元。 近期业主开始出现反价情况。 部分放盘叫价占趋进取。 此外。 鸭利州海宜半岛。 则如冲太古城。 以及奥运站为港湾三个市区盘。 最新股价亦与约两年前高位相距很大。 差幅约5.4%至6.7%不等。 至于东冲影湾园及沙田第一城两大新界南丑屋苑。 本月最新股价同样较较低约4.6%。 不过。 由于近期楼市气氛转旺。 若比较过去一个月的股价走势。 其内全数屋远虽均6升幅。 但也有个别楼盘增幅显著收窄。 其中马安山新港城J座高层户。 单位本月股价约676万元。 虽较三月初上升约1.5%。 但较对上一个月绿约3.4%增长。 升幅明显收窄1.9个百分点。 世纪21期封装税申清。 上月马安山区住宅买卖活跃。 共6.235宗。 是近年单月最多。 据了解。 新港城本月以6至小6宗买卖。 至于长沙环与程軒两座高层单位。 股价增幅同样按月收窄1.9个百分点。 该单位实用面积501方尺。 最新股价约960万元。 较三月微升0.6%。 大学流 saber? encont会想请 ﷺ达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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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 yes今其实 frank bellyい 感谢观看